你想了很久要賣愛馬仕 一直沒有賣 那這個月可以試試看 也可以解決你內心空虛寂寞 不安跟太陽化劑的問題 為什麼常常跟大家講說 不要把化劑當成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就是在這個空缺點 你會去找到好的機會點 好在錄影片的時候 剛好我就聽到了副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副總統兩個是女的 不知道是不是剛好符合了這個 要進入儀醜月了 這個乙姬兩子鷹 太陽化劑的關係 我們就發現 兩個女人看起來要戰爭 可是好像又站不起來 但實際上 太陰化劑不是只有女人這件事情 太陰這顆星其實代表什麼 代表是在牌上 它為什麼會被視為是母星媽媽的星耀 為什麼它會排在太陽化劑的後面 因為太陽化劑代表是爸爸的星耀 但這個所謂的爸爸或媽媽 不會他真的就是爸爸或是媽媽 他其實代表 復星代表是規則的制定者 太陰系列星耀 他會代表的是 你覺得怎麼樣 會有 會覺得媽媽這個概念 因為你有被保護 我們對於媽媽的印象叫做你有安全感 跟被保護的感覺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遺醜月份 最主要的其實就是這種不安全感 因為太陰產生了一個空洞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追求這個安全感 我們追求這種被關心照顧的感覺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空洞 那人為什麼會有安全感呢 家庭 房子 你要吃的飽 穿的暖 這顆星耀而產生的空洞 那是一定就是表示說 我們想要追求它而追求不到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內心空虛寂寞覺得呢 我們覺得它產生空洞 也就是說在這個月份呢 我們會很認真的去討論說 那我們的安全感在哪裡 我們會在2月下旬開放 明年整年度 2024年的整年度趨勢預測 那裡面我們就談到說 整個台灣以及全世界的一些 不管政治還是經濟的發展 以及自己個人在運勢上的發展 整年度詳細的情況呢 歡迎大家 來買我們的趨勢預測影片 這支影片 所有的錢我們都會捐給門諾醫院 捐錢給醫院 捐錢給孤兒醫院幫助人 一直是我多年來一直告訴大家的 做好心做善事 會比任何的改運方法都有用 明年不可否認的 太陽化劑連真化路 太陽我們剛剛講這個真主導權 主導權到底是誰 這件事情呢 會是明年一整年的紛爭 對於台灣來講 勢必也會有很多很多的動亂 所以你會看得到 我們接下來是遺醜月太陽化劑 再來是連真化劑 那再來是巨門化劑 我缺乏安全感 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些改變連真化劑 改變會不會成功不知道 我再來就會巨門化劑 各種的不滿抱怨等等的 我們接連下來看了三個月 從太陽化劑開始 我們就開始發現說 那種追求安全感的心情 會影響了我們一整個月份跟年度 這個農業年前 我們開始有這種感覺這種氛圍 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台灣當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中國那邊呢 整個這個民生的需求開始緊縮 然後大家會開始碰到 不容易買到東西 工作啦 或者是說這種經濟啦 都會大幅度的受到影響 包括能源的攻擊 糧食等等的都會有這個問題 台灣這邊呢 目前可以知道的 應該是通路 或者是直接做 名聲用拼的這些市場 會開始呢 有嚴重的彼此的殺法 各家這些做通路的業績都在往下掉 那這一方面是因為 大家不敢買東西 然後呢 再來呢 市場上這麼多對手進來 很多通路要進來分一被跟了 所以呢這市場會互相廝殺 蝦皮在新加坡都已經快要不新 所以台灣是他最後的保底 他也要進來廝殺 各通路都是這樣子 在這個月份會看得出來 很刺激的 而且因為要過年 大家都在搶這過年的市場 這一圈沒有賺到 下一圈要怎麼辦 對不對 那就是寒冬了 那相對來講呢 我們呢 也會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開始會去想說 我應該要怎麼樣 可以讓未來一份過得更好 就經濟環境上面來講呢 這些相關的產業 其實我們都要注意 再來 房地產他會持續的 在那種要掉不掉的狀況之下 反正他沒有關係 今天跟大家講 明年房地產就算要掉 也是端午中秋後面了 新的領導人剛上台 他不太可能去 讓整個環境有太大的動盪 太陽星如果是在 你的命工 夫妻工 官路工 倩義工 福德工 財博工等 這幾個工位都比較是 直接影響我們實際生活的 你都會在這個月份的時候呢 相對應的會覺得 反正你在夫妻工就覺得感情沒有安全感 才不工就覺得賺錢不夠多 都會有這樣的影響 怎麼樣改變這種狀況呢 我們常常講畫路會去補那個畫機 對不對 路隨即走 所以呢 這個月份叫天積畫路 天積是畫氣為善 你有所改變轉變變動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方式 他就可以去彌補 也就是說呢 你人在家中做 雖然不見得或從天上來 但是你會在家裡就很擔心 這個時候會建議大家 往外出去走 多試試看以前不同的產業環境 多看看過去比較少往來的朋友 或是多看看一些新的知識 多去拓展 多去拓展 那你就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世界 你就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機會 如果是天積星 剛好放了你的太英對面 或是剛好放了你跟太英同工的 這個月份其實就會是你很好的轉運的月份 你在這個月份就會找到未來來年新的希望 跟新的一個明確的方向出來 如果你的天積星沒有跟太英放在一起 你是跟什麼天良或巨門放在一起 也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天積星必須要在福德命工 官路遷移 或者是夫妻財博這樣子的工位內 那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你的天積星是放在 六親工位 不管是哪一個六親 那就會建議你這個月份多去跟他們往來 你就會得到一些比較多的資源 去解決你那個太英化劑的問題 這個是這個整個月份主軸的狀況 因為這個月份也是天良化劑 如果說天氣天良放在一起的 天良跟天氣對股放在一起的 在這個月份會是很好的投資時機點 不管你在命工財博工福德工 遷移工都是可以開始看一下 怎麼佈局明年了 那如果說天良星呢 你是跟太陽放在一起的 或者跟太陽在對面的 就是在命工官路工財博工這些 你會希望自己有明明一些什麼其他斜槓 然後多收入的機會 也是在這個月份是很好找機會的 可以去規劃明年的好的時機 最後一個是指揮化科 不管在哪一個工位內 如果說你在六親工位 那這個月份不要跟那個六親有往來 因為他這個月份會有點醜屁 你會有點受不了 如果是在你自己的命財官遷移夫妻 福德這些工位內 都表示說你可以在這個月份呢 去看看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想要買的 有沒有什麼事情想要做的 可以去做啦 譬如說你想了很久要賣愛馬仕 一直沒有賣 那這個月可以試試看 也可以解決你內心空虛寂寞 不安的那個太陽化劑的問題 即將要過年了 過年前把自己的家整理好 然後我們一起來度過這個 大家會覺得有一點點不安的一個月份 可是天積化路會比太陽化劑 不安的寧憤坦白講 其實就會剛好去應和了我們未來的狀況 因為這個不安 你會尋找更多的機會 為什麼常跟大家講說 不要把化劑當成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為你就是在這個空缺點 你會去找到好的機會點 反而讓你知道你的人生 應該要怎麼去做改變 所以其實啊 在太陽化劑的時候 往往都是老天在執行著我們 讓我們找到很多更多的人生襲擊 好好在這個過年前 為我們自己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來迎接接下來 接下來那個2月5號開始 就要進入了那個冰影月了 有沒有天童花路 去補那個連真化劑 就叫你好好躺著 才不會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接下來的這個過完年的後面這兩個月份呢 都是在這一種人心浮動的狀態 所以不斷的跟你說 我們在天際化路的時候 找好人生方向之後 就開始可以慢慢朝這個方向走 一路一直到 宜丙丁霧 就是灘狠花路 我們就開始慢慢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有一個好的未來 這3個月份大致會是這樣的走向 我不是因為我今天講的那個3個天干 我就打算混後面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是會講月份 不過呢 冰影月大家來買 確實預測好了 冰影月我要放假一下 我們會從冰影2月開始講起 希望大家呢 明年太陽化季 你會是那顆太陽 只要你連真化路 好好地照著自己規劃的步驟之後 你就會成為那顆太陽了 先在這邊跟大家說 恭喜發財 過年期間呢 我們還會學會有很多老師 會拍各種各種 在過年期間 一樣怎麼可以改運 招財等等的方法 順便預告 終於呢 我們會有一些好的 可以幫助大家的開運商品 也會介紹給大家 那你們也知道嘛 我一定會做那個 做起來啊 會對你來講 真的相對有幫助的事情 明年是一個 青龍破土往上飛的一年 希望大家明年啊 都可以一切順利 謝謝發大財 拜拜